喉咙痒痒的老是想咳嗽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房丽颖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喉咙痒老是想咳嗽 这个呢也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个呢就是一个急性的咽咽表现 那么我近期感冒了 出现一些咽膜的急性咽性改变 出现了一些咳嗽 那么这就是一个急性咽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些物化治疗 吃一些消炎药来控制它的急性感染 如果说我经常有这种咳嗽痒痒的 有经常咳嗽的表现 那可能是一个慢性咽咽的表现 那么这里头就要具体分析了 如果说你经常有食物反流 刺激咽喉出现的慢性咳嗽 那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粗挺胃肠动力的治酸的药物 来改善 如果说你是经常有鼻后低漏的改变 那你可能是有鼻炎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治疗鼻炎来改善 你这个慢性咽咽 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咳嗽 痒痒的一个问题 没关系 oci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